这是周末晚间的西门町 人潮稀稀落落 人少到手指头就能数出来 禁止车辆进入的徒步区 如今空荡荡 汽车车能直接开进来 才晚间八点多 两排商家已经拉下铁门 过去观光客必吃的阿州面线 也已经不见排队人潮 这里是台北市的西门町 现在是周末的晚上 不过徒步区空荡荡 像是知名的阿州面线 它原本应该营业到晚上的十一点 但是疫情期间提早打烊 三级警戒发布后 不少店家暂停营业 光是武昌街 俄梅街和中街一带 就有超过一百家店自主休息 对比过去西门町人生鼎沸 租金单价每平破万 受到疫情影响店家损失惨重 一一间店四十平 每个月租金三十二万来说 如果没营业 每日损失至少一万起跳 如果开店没客人 要负担人力水电成本损失更重 因此不少店家干脆暂停营业 只剩下少数业者开店苦撑 过去人来人往的西门町 如今宛如空城 疫情有多残酷 店家最有感 何时能恢复过去的热闹景象 业者不敢乐观看待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